潺潺流水不断,但这不是山泉水 经过检验是不折不扣的自来水 由于中山区副都新城社区老旧自来水管破裂漏水 造成水费暴涨 但是一直不清楚水到底漏在哪里 因此向激动市议员张炳君陈勤 特地和社区主委以及水公司人员一起抓漏 沿着社区山坡而上,披荆斩棘 终于找到漏水点 将由水公司尽快想办法补漏 副都新城民众的反应 就是我们有发现到漏水的问题 然后也持续超过一个礼拜 当然我们一开始找尋不到漏水点 可是在这一个月我们的水费暴增 造成我们附近的居民持续在反应这个问题 那经过丙经跟我们郭主委 还有我们自来公司弃而不舍 然后特别爬到山里面 也今天找到我后方 这是我们的漏水点 那我们也要希望我们自来水公司 尽快地想到有办法 来去解决这个漏水的问题 同时也避免水资源的浪费以外 然后也减少我们这些住户 水费的倒增 副都新城社区主委表示 由于漏水点在山上 社区将协助清除杂草开路 再由水公司人员施作捕漏的工程 大致上的位置找出来 那接下来社区这边有没有 会依照自来水公司的建议 把那些土石啊 然后树木那些都挖开了之后 然后方便自来水公司去检修漏水点 以及后续的修复修占的动作 张炳君要求水公司尽快想办法补漏 减少水资源浪费 以及社区住户水费暴增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